谁能想到当初看着李冰冰遥不可及的杨子 仅仅用了五年时间 就成为让李冰冰主动绯闻打招呼的地方 众所周知杨子凭借家友人的大夫后 便一直不温不果没了存在 2017年的慈善八杀老会上 杨密李冰冰刘嘉玲一众打他 纷纷站在舞台的正中央 而当时才刚刚凭借欢乐锁 再次出现在大众眼中的杨子 就只能站在最边边的角落 合照时也只能露出一颗小脑袋 然而只过了五年时间 杨子再次和李冰冰同台 便已经能和其并肩而裂 毕竟杨子不仅演技好 影响力也是让人震惊 在作品上她是90后女性中 唯一一位双台破衣的女演员 她主演的电视剧 亲爱的 热爱的 毕竟播出收视率就居高底下 就是原本不温不可的底线 也成为全民追捧的线男演员 电视剧余生请多指教 播出期间收视率一直稳居防止 同时她也是90后唯一一位守卧师 央视正剧的女演员 唯一一位参加过国家正义的女演员 唯一一位手握15个国家大实力 并连续五年登上春晚的舞台 算是被国家认证 被一直放心追的女演员 并且杨子9.54的微榜个人指数 至今无人能够超越 商业价值也一直稳均女性前散 如此有影响力却是正能量的女性 难怪张小龙会不顾其他人如此之业 不要把她直接跟杨子比 有几个男跟杨子 那么直接就比的呢 对吧 如果不是看到吴春怡大秀身材 周冬雨却紧入胸口 谁能想到 如今的那鱼红塔还有人在坚持穿衣底线 范冰冰每次亮相嘎纳红塔 穿着的礼服都是在宣扬传统的话 即便是在国内被封杀 但她出席国际活动 依旧保持初心 再看看和她一起出席活动的假问题 穿着一件那一套的大风衣就走红塔 确定这不是去丢人的吗 张雨起造型是十分的漂亮 可这礼服大胆的设计 都不敢让人多看一眼 杨幂跨年演唱会上 穿着一件银色小吊带搭配貂皮带衣 在舞台上动票配她 生前的两驳是呼之欲出 参加品牌活动一席蕾丝羽毛纱裙 美则美意却也十分性感大 反观和她同为一线的照理 参加春晚 身穿改良版墨竹旗袍大气温暖 出席活动一席金色青纱流金裙优雅大 不管是在什么场合的穿着 都是大气优雅端装大 不刻意和其他女性比美 也不需要靠身材吸引眼球 51岁的刘嘉玲 每次出戏红毯的穿着都十分性能 不是透视裙就是吊带裙 这件蕾丝秋裤更是让老公娘超美 都感到害羞着急下眼 再看看老戏骨无厌数 简直就是优雅气质的老戏骨带领 红毯上一袭黑色气袍搭配墨绿色皮肩 站在那就是端庄优雅 身穿黑色小香风套装 智慧坚定温和同流 这才是老被演员甘有的样子 韩国女星令人惊艳的舞台瞬间 金康瑞参加泼水音乐节 不知是台下粉丝太热情 还是自己玩海了 竟直接将短袖一把脱掉 不曾想却不小心扯开了那一袋子 这场舞台可真够精彩的 宣伟同样是参加泼水音乐节 穿着背心短裤的她 一个猫女探腰的舞蹈动作 瞬间就赢得台下粉丝的一片尖叫声 被称为男涵性感女团天花板的斯大蓝 更是把大胆的MV穿搭穿上舞台 勇衣加黑色的穿搭 美得让观众一步开演 另一场舞台穿着短裙的躺 竟直接躺在舞台上 一个抬腿里面的打底暴露 Girl's Day凭借背带舞一战战 只要穿背带出场就能瞬间嗨翻全场 但Girl's Day也有射死时刻 原本是作为打歌舞台的剑 却被公司安排在索契冬奥会上调 这高开插的着装 直接把台下各国代表看得尴尬整都要放 被称为男涵小野蛮的炫鱼 出席活动身穿蝴蝶结小吊带上场 结果中途蝴蝶结被投台 她一个台手 观众这才发现原来是真空上阵 Blackpink成员的舞台也是非常精彩 雷射舞台热舞每次都是超短裙活超等 跳着跳着就直接趴在地上 另一场活动更是大跳钢广舞 开场就是个180度旋转大笔场 演唱会上四位成员 不是超短裙就是镂空妆 金珍妮这白色镂空的服装 站着不动都能看到打底 这样的着装再加上唱跳舞台能不精彩吗